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兩個人真的沒有關係嗎 過去其實多次的同台 包含在電視 在廣播 都有同框的照片 那麼最近因為周玉寇 是頻頻的攻擊 講萬安 國民黨台北市場參選的聲勢 那麼萊茵就來嗆說 票投陳時中就是支持周玉寇 那陳時中怎麼說呢 他說我跟周玉寇 就是公務的往來 相關新聞需要的時候 我們接受訪問 那麼我跟周玉寇一點私交都沒有 他在強調兩個人一點私交都沒有 被認為是切割 好 其實先前呢就已經切割過了 那麼周玉寇呢聽到這樣說法 還要大家不要傻了 這個叫放電開示 真的是也蠻難理解的 為什麼這樣說法叫放電呢 他說阿中切割扣扣姐 一群笨蛋不懂裝懂 那叫放電開示啦 不要傷及無辜 他說阿中說得好 我們討論的都是有辜啊 多次的噤聲訪問 我確認你是台灣防疫英雄 是人格輕症的台灣男子漢 還說寇寇姐敬愛你 佩服你不會被挑撥 一票投給你 還要呢來幫你拉票 一百票一千票萬萬票 哇 這個我們要請教董哥了 先前我們就說你現在才切割 其實買虎來不及 當然來不及啊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年的選舉 周玉寇都介入很深 那當然最主要就是 楊關恆跟林靜宇 林靜宇是周玉寇直接推薦的 林靜宇自己都都是被點名的 後來就真的上去就真的選贏了 那時候也有口號說 選林靜宇就是選周玉寇 結果林靜宇還是當選啊 所以這個人他就覺得說 我根本不怕 那他不怕最大理由是什麼 因為你們再怎麼罵 我的節目收視就會越好 所以陳時中有沒有當選 和我其實關係也不大 結果關係也不大 為什麼 因為你們就會來看我節目啊 我的點閱率收視率 對不對 通通會很高啊 那由這個來看的話 其實兩個人是各懷鬼胎 但陳時中他其實搞不太清楚 他一直叫周玉寇叫Coco妹妹 他不曉得周玉寇年紀比他大嗎 他應該知道吧 那他為什麼一直叫Coco妹妹 他在幹嘛啊 對不對 你做一個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我覺得其實你有時候看 在台灣選舉像周玉寇這樣 這麼陸續的側翼其實是非常少 就是說當你被那個 可是他不怕 因為他有很多節目嘛 那節目就是只要有這個收視率 我就可以飆高 所以他的用意其實在這裡 那如果你們藍營或其他人 氣得牙癢癢他也開心啊 所以他的語言一定要有挑釁 要挑撥 讓你們 大家才會聚焦過來 對 那你們就開罵 哇 大家萬見來罵他 他越高興啊 那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想說 看你要怎麼回應啊 看你要怎麼樣啊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也很清楚 他過去講了很多案子都被告 而且都告 都成立嘛 對不對 那時候講連戰去 去如家肉洗錢 被迫登了 各報的廣告 花多少錢你知道嗎 300多萬 他那時候不登 不登 結果人家連戰的律師 就去查封他的豪宅 所以最後只好登 很氣啊 那大家看還什麼案子 中天就是一個例子 280萬 對不對 要陪中天跟蔡衍明董事長 那這個也是很有名例子 那講馬航九 說馬航九收頂薪的錢 馬航九在告他 結果怎麼樣 要賠180萬 所以王王偉講他拜訴女王很對嘛 他罵警察是流氓 警察去告他賠15萬 這都是 你到那個網路上去找這些判決 你就知道 還講新台灣人基建委是馬航九的金庫 結果被告 會輸 其實很多案子就是這種情況下 但是很多人會講說 他都告訴他還敢這樣 還賠錢要怎樣 對他來講這種買賣是划算的 就划算 賠錢沒有關係 沒關係 你們只要來看我的節目 看我的網站 我就有我的收入嘛 那再加上我的媒體 可以去拿政府的標案 那這個一來一往 我賺的還更多啊 所以對他來講這個是划算的 那他把很多無辜的拉進來 是這次對陳時中 大家認為比較傷的 接著去講蔣孝妍那個匪文案 那其實有時候也很奇怪 三四天前他還訪問王必勝 兩個有說有笑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王必勝不但有外譯 連小孩都生了還六歲了 那你還跟他有說有笑 當年蔣孝妍的情況是怎樣 他是總統府秘書長 他一被揭發馬上辭職 王必勝小孩都六歲了 反而還可以升高官 好像都沒事 都沒事啊 現在也沒人提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大家的標準都變不一樣 民進黨不一樣 周一扣對這些所謂的外譯的 那個也不一樣 至少人家蔣孝妍當年他就辭職了 他也沒有戀戰 他也沒有否認 他沒有否認他的悔聞 他沒有講他的對象是誰 他就說我錯了我就下台了 對不對 承認錯誤 是啊那至少他是負責任的 因為他是一個政務的官員 一個政務官 那你今天看到了 民進黨做什麼都可以 你在這些情況下 就會發現陳時中 真的很想跟他切割 可是因為你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夠氣對他推薪自負 你們把很多東西都給他 那你今天你怕他 你要先跟他切割到最後 他腦羞成怒 拿出來抱你的料理怎麼辦 反咬一口會不會 他以前就恐嚇過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啊 別以為我不曉得你們在幹什麼 是不是那時候疫情指揮中心被人家問說 為什麼周一扣老是你們給他獨家 那你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發言人 變成是他嗎 而且他都搶先在記者會裡面 對 我們下午兩點 但他早上呢 就先 是 都是早上嗎 包括王碧勝這一次也一樣啊 所以你們都在給他獨家來餵養他 那怎麼會是這樣幹呢 對不對 而且還有要去舉報 因為陳時中講過一句名話 這句話就講說 你如果去報這東西 是真的跟假的都要法辦 因為是真的 那你就只有我們可以報 對 地方政府都不行 地方政府我們照樣辦 那假的當然就是謠言 當然要辦 一定要辦 真的假的都要辦 那為什麼周一扣從來不辦 他不管講真的假的都沒關係 他被很多人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因為那些記者很氣嘛 你陳時中跟他交好 要食指緊扣 每天給他獨家 那你還叫疫情指揮中心嗎 你們這種疫情指揮中心 讓人瞧不起嘛 對不對 瞧不起 所以很多記者在現場就發問 那這個有沒有違反 陳時中說我們會查 我們會請陣容單位 那陳時中根本就是 是一個騙子嘛 從來沒有辦 所以陳時中就說我要餵養 然後讓他來挺我 那你現在要切割什麼呢 你們本來就是一口的啊 這個叫藍子漢嗎 台灣有這種差勁的藍子漢嗎 讓人瞧不起嘛 對不對 人家這麼挺你 你還要切割什麼呢 你應該緊緊擁抱他 真的實質警告給我們看看嘛 不然蠻像復興漢的是不是 他當然是復興漢啊 你餵養他這麼久 他也侍候你這麼久 然後每天讚美你這麼久 現在切割 所以你現在看說好像 險情對我不理 我要切割 你陳時中怎麼可以這樣人 你寧願漏險 因為現在漏險 搞不好你就當行政院長 至少副院長 那你寧願漏險沒關係啊 你應該盡量去奉承他 對不對 應該自己再去緊密的結合啊 對不對 千萬不要受人家鼓動 所以你們會一時即魂啊 不會的嘛 應該再緊緊的擁抱栽快 所以我們就擁抱栽快 還可哭 石可爛 大家來看 我們就是在一起 對不對 天荒地老 沒頭 沒頭 給大家看到底嘛 不是 這叫死亂中氣了 是 矮黃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